进店的80%都会拿 真的 小带伞 那大家其实都知道 就是像花西子线上 我们现在也一直卖得非常好 对不对 对 那这款的话呢 其实在某猫上 我们的回购率呢 也是排第一的 我们回购率甚至超过80% 他说他们家这个小带伞 只要买回去的姐妹们 回来都会回购 对 这个是很有信心的 绝对要分享给大家的 大家前面说买漆店也好 买这些要这么心动 对不对 真的很好用 但是 作为一个懒人 你说咱真天天化妆吗 有了不会 但是现在大家是不是 越来越注重护肤了 护肤 现在经过科学研究 70%的老化原因 是光老化 您说咱花很多很多钱 去买很贵的一些精华 就为了就那30%的老化 您这不是把钱都花在刀柄上了吗 那咱是不是要防晒 对 防晒对 对 那现在防晒 它不是说防晒黑而已 它一定叫防光老化 那首先这款的话呢 是SPF值50 PA三个夹 它的防护能力 是非常高的 对的 然后这是第一个 我们防光老化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 它除了防晒 它还可以做你的装前隔离 对吧 像您说的 用完它再用气垫打底 很有厉害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 给大家看一下 它不仅是防晒 然后这个隔离 同时它还是素颜霜三合一的 给大家推开看一下 那它是物化结合的 并且呢 也是这个中医药草粉配方 因此呢 平常去用 不用卸妆 不用卸妆 对 那你说 咱涂完你看 有没有粉感 一点粉感都没有 你如果今天 又想要自己皮肤状态 看上去好 又不想卸妆 同时又不想有粉感 避眼乳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您看这个效果 而且也直接给你晒晒了 去黄效果是不是特别明显 对 用完之后 咱又不用卸妆 又非常的舒服 我们前面说 花妻子是什么 以花养妆 这里面我们额外添加了 一个成分叫做碎花母精 它可以去怎么样 改善我们的黑色素分泌 长期使用呢 不仅光老化没了 防晒黑也没了 同时碎花母精 让我们本身皮肤怎么样 也可以越来越白 对不对 是不是白了一整个度 对 而且上脸效果会 而且它有光泽感 对对 有光泽感 但是你去过 不黏腻 清爽 很清爽 不黏腻 是不是 日常 咱大家如果说不化妆 涂一个这个 然后可能说涂个口红 对吧 出门 对吧 那您如果说今天 比方说见朋友啊 参加一些可能 化妆的时候还是多的 那化妆的时候多的话呢 这个小袋伞打完底之后 再用它 是不是更加细腻服贴 它叫装填乳吗 就是装填防晒素颜霜三合一 并且你会发现说 我用这个小袋伞调整好肤色之后 我的气垫用量是不是更少了 对 因为你已经把黄气去掉了 所以说咱这个粉量是不是用的更少 妆效是不是更好 你看别人用底妆为什么这么好看 秘诀就在这里 我想让我的底妆变好看 更加透亮 对的 同时你说咱防一下光老化 小袋伞一定要用起来 然后咱再去打个气垫 你说这个妆效迷不迷死 看板是坚持花西子 直播行业里边认识花西子之前 我们办公室边的妹妹们 就一直在用花西子 而且我也很多老顾客 一直在回购花西子 真的 因为它用起来确实是好用 我现在手上是有这个光泽感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前面说它是什么 吸油不把干定妆的话 是可以做到什么 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咱平常用蜜粉是不是喜欢这样 拍拍拍拍拍拍拍 对对对 你这就是玩 你就看着这个粉太细了 像烟一样往上走对吧 别家的蜜粉你可能拍拍拍 就往下掉了 我们家蜜粉太细了往上走 但是呢这边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粉扑压住 倒扣过来 敲一敲 那这样子你看这粉是不是特别均匀 不浪费浪费吧 他们用蜜粉 没有蜜粉 咱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哑光啊 哑光高级 对不对 对 而且你看一秒柔胶 是不是你的纹路毛孔全部都引掉了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一个东西叫丝绸 对 你摸一摸 像丝绸一样 非常滑嫩 真的是 对的 你看把我这个老汉的手都变成少女的手了